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 Express加安格拉加这个 实现简易任务管理系统 这样一个系列课程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来开始学习这一系列课程的一个 第六讲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后端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大件 为什么在实现了上一节课实现了这样一个前端构建之后 我们就挑到这样一个后端的一个项目大件呢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架子的话 它是前后端分离的 但是呢 它们也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我们只有前端的一个项目没有先搭建好后端的话 我们是不好去做这样一个测试的 我们可以 那个时候我们就只能模拟API 那这样的话是比较复杂的 为了方便我们开发的话 我们是让这两两个前后端是同时进行 所以呢我们在实现完前端构建的时候 我们就来开始把后端的一个项目给搭建起来 当然下一节课呢 也就是我们实现这样一个后端的一个构建 好 来进入这个这节课的一个主题 后端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搭建 我们看一下 这个里面呢 主要设计的就是我们的一个load的一个web框架 Express 它呢是我们这个TJ大神呢 是一开始发起的 后来呢 作为了这个load社区最流行的这样一个web框架 具体它的描述呢 它是基于load快速开放简单的一个web框架 那它的官网呢是expressjs.com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可以看它的一个官网 实际上它的官网是这个 这儿呢有一个中文版的一个官网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边 没有什么比他比如他官网来更容易更详细的去了解它了 看一下 它呢是一个基于load平台的一个web应用框架 它能够帮助你创建各种web和移动应用设备 移动设备应用 看它的API 它的API呢是 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HTTP的一些快捷方法和任意的一些中间键 所以呢它能够让我们 创建键状友好的API 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性能的一个说法 它呢就是说express呢它是不对loadds的特性进行二次抽象 所以说呢它就基本上是没有说什么封装的这样一个作用 它只是把web这一块的一个功能进行了一个扩展 所以呢它就变得非常强大和易用 好这个呢就大概是它的一个介绍 这呢我们主要讲的是express的一个安装 其实安装的话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我们直接用npm来直接安装好就行了 第二个呢就是说用这个生成器来安装 其实这个地方呢在这边都有 比如说我们点到这个入门的安装这一部分 它就会告诉我们怎么来安装 其实这个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还是打开这个项目 当然现在呢就跑到我们这个tms的一个saver这个目录下去了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服务端的这部分 所以是要找这样子 好看一下根据它的做法是什么呢 在我们这个这个美元呢 其实它是在那个linux下的一个符号 一个提示符 在这边呢我们就是cmd 我们先进入saver 因为我们它创建我们项目的话 它直接新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打开文件夹初始化就好了 在我们这呢我们已经把这个saver已经搭建好了 所以呢我们就能够跳过这一个第一个步骤 我们可以直接进入npm init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这collected的这样一个package 我们可以看这边 我们对着来是比较好的一种做法 好看一下 它就说我们的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tmssaver 然后版本也是1.0 然后这个入口点也是一样的 这些都不填 这些都可以不填 这个可以填一个 好 yes 好注意看 那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的这个的一个项目初始化 就已经完成了 相当easy 好第一步呢是项目初始化 初始化之后 你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说npm 安装express 然后呢就这样就好了 实际上呢这种方式是可以的 但是呢 创建好它之后 我们这个目录下 可以可以简单看一下 除了多了一个package djson文件 什么都没有多 所以呢对于入门即便来说 它是不太直观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借助我们的这样一个工具了 叫express生成器 那这个也该怎么用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要来安装这个生成器 也就是我们express install 好 express generator 好 全局安装 安装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进行 来出示化我们的express这样一个项目 实际上呢它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官网的一个说明 生成器 生成器 就说可以用它来创建我们的这样一个 股价 看一下装好没 好装好了 装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它来创建股价 那怎么装什么创建呢 装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express 他说我们的这个目录不是空的是否继续 好 yes 好 点了yes之后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目录下到底有什么东西了 终于看啊 现在有app.js 有package.js 这个是我们原本有的 这个也是这个webstorm生成的 所以呢它主要生成的是这一块内容 实际上呢我们最好是这样去看 先把它删掉 这个是我们原本的内容 实际上它生成的是 我们来签个文件夹src 看一下 实际上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同时它会把我们这个package.json 也给我们生成好 所有的依赖都会有 那这个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由于我们的真正的一个package.json 是在外部这一个 所以这两个呢我们相对来说应该怎么办呢 复制一下就好了 比如这边我们是tmssaver 其实这些都是不要的 当然这些都可以要 总的来说它是把我们这个saver这个地方的一些参数给修改掉了 而且它会它会把我们改掉一些 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不太好的 我们最好是直接用我们这个原生的 所以说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怎么的一个创建方式啊 我们实际上应该创建的方式应该是怎么做呢 注意看我们把这个整个都关掉 这个也是安装好的就不说了 首先是在这里创建一个cmd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来树心express src 这样子就把我们整个的一个项目结构给拉出来了 然后再把我们这个package这件json 给复制到我们根目录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去去npm install init了 我们就直接写tmssaver 然后版本也就直接写1.0.0 当然这个地方的一个目录的话 就应该是src下面的一个bin了 这些我们就是一样的就不说了 另外还有我们的作者 ok 这样子的话其实已经够了 好 那么这个项目呢 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就创建好 好创建好之后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创建好之后我们还需要把它进行改造 因为我们在整个项目里面属于是coffee 所以说让我们是coffee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把它给改造成我们的这个对应的一个语言 这个是稍微麻烦一点的一个事情 怎么来改呢 我们就打开这边 因为在这个里面改的话是相对比较方便的 整个的一个目录结构我们就不处理它了 就看这个 app.js 我们现在把整个这个的一个页面给改造一下 比如说我们需要的这些东西都在这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删一些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把这个express拿来做API的 如果是做API的话 我们有些哪些东西不需要呢 想想 那这个时候我们 这个 Fable icon 已经不需要了 Cook也是不需要的 然后这两个肉体我们就不说它 然后我们这个什么呢 静态文件和这个视图引擎 我们没有视图也不需要了 然后这些 也没用 这个呢 暂时可以放这 因为它不是不受什么影响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静态文件也不需要了 所以说呢 我们第一步 先把我们不要的这个中间键给全部干掉 干掉之后 我们要相应的把这边的东西给移除 比如说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都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们先给它移除 这个是改造 它默认的这样一个情况呢 是比较标准的一个东西 一个结构 实际上呢 我们就需要把根据我们这个实际的一个需求 然后把它改一改 好 这样子之后 我们再来 把它改造成Coffee 改造Coffee怎么改呢 很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的名字给改掉 然后呢 我们就来再来做这样一个处理了 比如express 它是不需要这种VR的 所以说呢 要去掉 这两个先暂时放这儿 PP 看这些都是不需要的 库克也不需要 就算有它是也会报错 然后这种 这个呢 这个呢 是处理404Handle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儿 然后我们的一个函数的一个声明的话 一个语法是这种造型的 VR也是不需要的 所以呢 这边呢 应该是这样 好 这里边呢是我们接下来的是错误处理 好 其实这个改造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三个等号 有意思 然后空话呢是不必要的 要通过缩进来进行一个判断 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边也是多余的 OK 然后呢是正式环境下 然后再来做这样一个导出 那么整个呢就已经跑完了 已经改好了 好 然后再来做这样一个导出 那么整个呢就已经跑完了 已经改好了 好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编译出来了 添加一个watcher OK 我们随便改一个 看一下 好 已经生存出来了 那就没问题 接着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启动点 看一下从这地方我们是没法启动这个代码的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b里面这个3w这个文件 其实在这里面呢它就是它的一个启动方式 启动代码 好我们就直接来改造这个启动代码 把它改造成我们的一个 Coffee 我们这呢给它改造一个名字 index.coffee 好 第一步呢是 感谢 第二个呢是什么呢 去拿我们这个端口号 拿到之后复制 复制完之后 我们再来创建这个Saver 接下来再用Saver来监听我们这个端口 监听完之后做什么事情呢 Unlisan这个Unlisan你在哪写的呢 看一下 在这里 Unlisan是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了 我们用这个Coffee来改写的话 它会变成一个什么呢 会变成我们的这样一个Function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把它放在前面 应该是对象声明 所以呢 这样子来写实是对的 好 然后是Bound是等于什么呢 看是不是Zone 好 这样子的 然后再来一个Debug Debug 这个是Unlisan 然后呢是Normalize 这个东西 和Unarrow 这个地方就涉及到Unarrow的这个情况 处理我们的一个错误应该是怎么做的 当它发生错误的时候 然后就会来执行这样一个代码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来学习它的代码的一个编写是怎么样的 如果这个Arrow呢 如果这个Arrow呢 它是Core 是不等于Eason的 那就是E字NT Core 这个社区 Core 再来 同样是这句话 所以呢 你是要复制过来的 Bound它是等于 OK 然后它就会做什么事情呢 来进行判断它的一个代码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这儿也是需要判断的 Switch as code 注意了 这个地方就不太一样了 在扣费里面 它是Win 然后是任 在扣费里面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了 当我们只有 这样一个 我们的这个 认之后呢 是一个代码片段 那这个地方我们是不需要认的 好 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这多了一节 好 注意了 应该是这样一个结构 之后呢 我们就还来看一下 这个normalized port 是在哪有用到吗 哦 这里 注意看这是什么写的 这两个az我们就先给它删掉 因为是代码片段是乱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port 好 我们把它又再给复写一次 因为在这个地方用到的 所以说我们要在它之前进行一个复写 它呢是什么呢 需要我们给一个值 然后呢进行一个判断 是不是我们 平常这样一个端口号 第一步 先判断 好 就是这三段 很简单 如果它呢是一个数字 哦 是 那个 所以呢 它就直接 拨槽 name the pine 直接retard 加一个what 直接ret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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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ian 因为如果它是lateralumber的时候直接return掉它 是就可以了 说是错的 所以说就不受影响 那这个时候if什么呢 port大于0 也就说它是正常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return port就可以了 否则的话我们就要return一个force回去 好整个呢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做法 好 那么这一段就复制好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来测试呢 我们就直接来启动这样一个代码就好了 怎么启动 打开我们的这样一个 src 再打开 bin 注意了如果我们这样启动 我们可以看一下能不能启动的 起来 load index 看一下它会说提示找不到我们这个express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express还并没有安装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设计到如何进行这样一个包的一个安装 当我们已经有package.json 也已经有这样一个依赖之后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安装依赖 很简单 npm install 不用带任何参数了 直接 启动就行了 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说 它会在 我们的 这个 当前目录下 新建一个load models 然后呢 在里面直接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给全部装好 看一下那个控制台装完美 这个装的情况很容易出现错误 这个有点麻烦 这个时候如果遇到这种错误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采取人工的方式一个个去安装了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直接npm install sale express sale sale 注意了 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要带sale 而不是sale dev 这是由于我们的这个项目要运行起来 它是需要我们这些包的 所以它就叫 它是我们的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依赖包 而不是 而不是在开发的时候才会有用的一些包 所以它就 它就要用sale 这个参数 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可以多个窗口一起跑 比如这我们也可以npm estale debug 同样这儿也是sale 这样两个几个地方一起跑的话会快一些 好 跑完之后我们就不管我们先来把这个api这个先给实现一个出来 我们的api上哪做控制的呢是在这个地方做坚持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改一下修改一下它的它的代码为它的这个前缀为api 然后呢是绑定到我们这个rotors 这个地方我们就改一下apirotors 所以呢它是执行这一段的 这儿我们也改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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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呢 api.coffee 这个也不用动了 既然是coffee 既然是coffee了 所以说我们这儿也相对的简单改改 好 当我们在访问api.fa.co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返回一串代码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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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 onfire onfire 好 好 然后再进行导出 这个时候来看一下 debug已经装好了 好 express也已经装好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差什么呢 还差一个 叫这个morgan 看一下 拼写 就没错 好 morgan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body.parser OK 它们两个一装好我们整个代码就能够跑得起来了 跑起来的时候我们在访问我们的一个api试试 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的配从我们这个代码上来看的话我们这个api是一个根 然后呢在内部的话我们是配置的fa code 所以它的这个连续的一个请求应该是api下面的fa code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这样子有一个什么好处 其实可以这样子看 当我们api的版本变化之后 我们可以api v2 v3 v4 api.v2 v1 那通过这种做法的话我们就能够同时发布好几套api 所以这个呢是它的一个优势 这个5u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没用的 所以说我们把它吃掉 好 这个也装好了 快捷 这个 这个也装好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load一下 这个地方注意了 就要load下面的index 哦 注意了 src下面的index 注意看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反 如果是访问启动成功之后有没有什么反应给我们出来 看一下监定之后就没有反应了 然后这儿有一个debug 哦 这里有 所以说我们要等待 它只是一个响应给我们 这里可能哪有问题 但是它没有主行 没有给我们响应 没有 start 这里应该是已经监听到的 删掉这一段 这儿了 点啊 提前一点点 saber 啊 然后 再看 尝解一下 尝解点 对 尝解 尝解 这儿我们再把它简换一下 不要这一段 暂时先不要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抛起来线 端口号应该是3000我们来访问一下到底有没有启动 没有默认的试图引擎被指定 所以说是报错了 导致它这边没有任何显示 什么原因呢 实际上是这个地方如果有错 它就会去渲染这边Render 但实际上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来做这个事情的 所以我们就只能用Send这种做法去做 是在错误处理这个地方出错了 所以说它是它就抓不到了 看一下 现在是NateFound了 说明已经启动了 只是找不到Api.faco看一下 现在我们输入我们的这个Api.faco它就给我们提示NateFound 所以说这个Api其实是搭建成功了的 至于这一块没有出这样一个提示的话 可能下来需要稍微检查一下什么原因 这个就是搭建好它的这样一个框架如何来利用这种做法来返回我们的一个数据 关于其他内容呢我们就下几个再说 我们这几个就先到这 再看一下 好在此之前我们还有一个课后的一个任务 什么呢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安装好Express框架 这个呢最好是两种方式都去尝试一下 第二个呢是利用这个框架来实现这个请求Faco 返回什么呢 I'm fine 现在我们这边呢是请求API-Faco 这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请求的那个路由给改一下就好了 好 那我们下期会再见